两年前职棒中信金队打假球案的台南县县议长吴建宝 因为疑似收买球员 昨天被检方以被告的身份传唤 但是吴建宝却以重病住院为理由告假 外界质疑他根本是在逃避征讯 而吴建宝的太太今天出面澄清 她说吴建宝在上个星期五就因为有中风的危险 住进了家户病房观察 并不是故意逃避司法调查 而检方则表示如果吴建宝的病情好转之后 还不到案说明就不排除要对他强制居提 1月17号台南县县县苏焕智参选到台南市长的竞选总部成立 吴建宝还出现在现场 没想到25号板桥地检署以被告身份传唤他 却传出吴建宝住院了 外界怀疑他是在逃避征讯 吴建宝的妻子满年委屈出面澄清 意思是说有中风的可能性 所以急着送到家户病房去观察 现在病情在他的医疗团队有在控制之下 强调吴建宝是在22号中风昏倒住进家户病房 绝不是收到传单才住院 此外台南县议会27号到农历过年前要召开临时会 被解读是吴建宝借会期张开保护伞 议会也予以否认 不过吴建宝涉嫌在两年前收买中信金12名球员打假球 已经被检方改列为被告 如果吴建宝病情好转以后还不到案说明 检方也不排除强制具体 初步我们是推定他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的话就是检察官会依照案情的需要 来决定是不是有再度传唤的一个必要 甚至于说如果真的一定要他道庭说明的话 那也不排除说合法传唤不到要使用具体的强制手段 60岁的吴建宝担任台南县议长已经8年 曾经涉及曾云熙倒采杀石 也曾经因为赌博罪被判刑5个月 如今涉入假球案被列为被告 却又因病无法道案说明 一路走来始终争议不断 记者综合报导